熊占了我的椅子 天呐 这可别跟他争 别想你老鼠能给做扁了 英国的罗斯柯林斯柱 谢沐翻译 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学习知识 教训书记有帮助 Jasmine Jasmine是什么样的 Yes 有一只大熊 坐在了我的椅子上 这怎么办啊 他的身子太大了 一坐到椅子上 就再也没有任何地方 留给别人了 想想一下 一只老鼠和一只大熊 分享一把椅子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再做好朋友了 他还去推他 还要推得动 皮肤万大树 当我恶狠狠的 盯了他的时候 他好像完全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在干什么呢 可是他坐在了我的椅子上啊 熊出没注意 他在看大熊宝 不过我得承认 他还挺帅气的 他穿上修衔服 看上去很有品味 我特别喜欢 他梳头的样子 可我还是希望 他坐到别的地方去 成猫王了 我试着用压力 吸引他的注意力 可他还是坐在椅子上 他为什么就不能 从椅子上下来呢 也许我应该吓吓他 我要穿着内裤 从箱子里蹦出来 可这个办法也不行 他根本就不理睬我 那只讨厌的大熊 还坐在我的椅子上呢 我懂了 北极熊是稀有动物 所以它们需要特别照顾 我知道呀 这些我都知道呀 可我真是受够了这只大熊 这有点像那个小猪大象的那俩 够了 我真是受够了 我要告诉那只大熊 我再也受不了它了 这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 我要走了 可是我不知道要去哪 它起来了 其实很简单的 不是为了占它那个位置 就是碰巧不错的 我的床上有一只老鼠 这个怎么办呢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语言的重要性 应该沟通交流 想象一下 一只老鼠和一只大熊 分享一把椅子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 再做好朋友了 希望更多人从小开始 阅读健身 学习思考 这个社会 需要建设的更完善 需要更合理的沟通交流 更完善的法治法规的执行 和维护维系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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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学习之旅刚开始 Peace 我学习的 是什么 我学习的 我学习的 学习的